敬禀尊贵的师父 感到非常愤怒 亲自上来杨界处罚 为了不让肉身教宗 能施展更多的恶魔力量 就对教宗 还存在于地球的灵体 用火烧 刀砍 用铁链 穿琵琶骨 用法针封住胸口 但是还受肉身保护的教宗 恶魔力量很强大 防护层鳞片非常坚固 身上冒着诡异的绿色黑色斜光 还会变身 膨胀 变大 抵抗 因此 即使冥王要处罚他 也要耗很多法力才做得到 像这样的恶魔 怎能被尊称为教宗呢 接着 我去到地狱 要看看教宗的阿修罗身体 在何处 结果看到 因教宗与教士们 假冒上帝的名义 残害性侵 原本信仰上帝的人 带给世界极为邪恶的影响 所以 他们的阿修罗身体 早就被抓下了地狱 地狱还特别为教宗 和那些作恶的红衣主教们 单独辟出一间专属空间 他们的阿修罗身体 在那里受到各式各样的刑罚 有火烧 在热油里炸 剁成肉酱 又吊起来 对半抛开 再用大针在肉上 穿钢线 另外 还有受他们对那些 无辜的孩童和教徒 所作隐形的千百倍痛苦 可以说 数不尽这间地狱的刑罚种类了 这些邪恶教师们的头脑 并不知道自己的阿修罗身体 已经下了地狱 肉体仍在地球上 自意妄为 冥王虽然震怒 但因为他们原本设定的羊兽 还没有近 所以 还无法将他们的肉身销毁 当初 魔界派这些恶魔教士 来执行摧毁人类的计划时 把教宗方济各的寿命 设定得很长 以便能够完全地达成邪恶任务 此时 闻地狱里的教宗方济各 你是否对自己 逆反耶稣诫命的恶行 感到后悔 方济各 眼冒邪恶绿光 毫不悔改 仍然发表邪恶的言论 显然 恶魔的品质 连地狱之火 都难烧尽 希望各国政府 对这些披着人皮 利用上帝名义 性侵 或是杀害教徒的恶魔 执行法律制裁 不可宽待他们令人发指的恶行 以保护自己的人民 最后 诚挚祈祈祷 圣洁勇敢的青海无上师 能得到诸天的护友 平安喜乐 亚洲热云进程 BOLD RUE YUAN I deeply appreciate your courage and devotion and thank you for sharing what you have learned I send you my angelic nice and a warm hug As together we stand strongly united in love, peace and truth May the Buddha always safeguard you and those around you Meat is a food for sinful demons Nayam Shirab-Gailtson, vegetarian We welcome your hard lines, stories and acute loving animal people clips Please send them via suprememastertv.com forward slash hard line We welcome your hard lines, stories an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